國民黨總統三選人侯友宜 上午前往桃園替桃園議長邱義盛的侄女 邱若華來站臺 但是新北市昨天才剛放完颱風架 侯友宜立刻規劃今天一整天 在外縣市的這個選務行程 因此也被批評無心事證 民進黨議員卓冠田更是質疑了 侯友宜進辦在昨天晚上的六點零六分 就已經確定侯友宜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但是直到昨天晚上八點鐘才對外宣布 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課 侯友宜和參選桃園巴德立委的邱若華站中間 兩邊是桃園議長邱義盛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還有在地議員眾星拱月營造國民黨大團結 但這畫面看在新北市民嚴厲 恐怕不是滋味 因為4號這天侯友宜外縣市的玄武行程是真的滿 上午到桃園站臺邱若華婦女後援會成立 11點半轉往中立下午走訪新竹一名廟之後 在拜會議會黨團和地方幹部座談 一路到傍晚5點半參拜竹北天后宮 一整天外縣市趴趴走 選辦前一天6點06分確定公布行程 卻一直到晚上8點才告訴新北市民 正常上班上課熱來罵聲 侯友宜沒安排受訪朱立倫也沒有幫忙辯護 只是冒著輿論壓力照跑選務 外界解讀故莊議長的意味十足 因為掃機邱若華正是議長邱益勝的侄女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過去他就在這邊擔任警察局局長 有一段時間跟我們地方都相當的熟 非常榮幸感謝侯友宜議事長 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今天第一站來到桃園魏若華站台 外傳堅持挺喉的議長全台只剩下2.5位 其中0.5就是邱益勝在喉郭之間搖背 不過侯友宜特地雷震台 邱益勝也以實際行動破除外界揣測 我們全力支持侯友宜好不好 今天我們在桃園新竹地區有30面的電子看板 全部上線母雞帶著小雞小雞支持母雞 我們就能夠團結勝選 侯友宜身為新北市長 又是總統參選人 雙重責任難免顧此失筆受到外界批評 記者朝天宇家庭 SNG小組桃園 台北報導